桌上滿滿的美酒美食 這是詐騙集團IMB首腦在宜蘭的豪宅 旁邊坐的除了立委陳歐破 土地開發商還經見交通部官員 2020年交通委員會到宜蘭考察 大批人馬在上班時間 跑到IMB主線的豪宅 飲酒作樂一下午 翹班開爬已經夠誇張 但交通部長這麼講 考察完之後還跑去人家家 在上班時間這個開爬 要不要展開調查 我們沒有這個理由 這個理由怎麼特別去調查 在裡面是怎麼樣 王國才說不必查 什麼叫不必查 你再查上去 通通抓出來 IMB主嫻強跑通氣犯 改名後接近民進黨權貴 賴清德說 這是正常社交 不要扭曲人性 但2019年 總統府發言人黃崇燕 參加大團公司的春酒 後來連秘書長蘇家全 都跟他一起吃飯 監察院長陳菊 和主嫻一起參訪基金會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今年還去了 炸團公司的春酒晚會 一路從蔡英文的幕僚 總統府行政院 監察院等大官 通通到齊 他們明明不需要選舉 為何要跟詐騙集團搞社交 你今天發生一個通緝犯 在大街上爬爬灶 然後跟我們的政府高層們 如此的水乳交融 換個名字之後 哇塞 就正商名流 通通都是坐上兵 那我們的警政署 面子往哪裡擺 他跟的是監察院院長 坐在一起 總統府蔡英文旁邊的紅人 還有民進黨未來的大阿哥 鄭文燦 通通都跟他一起吃飯 所以警政署是不敢查 查不到 還是真的不能查 七年過了 黑金越打越多 貪圍越來越多 所以那一清頭是零信賴 就沒有信賴嘛 既然連黑金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掃除 黑金無敵 要怎麼顧台灣 IMB騙了台灣五千多人 25億卻和民進黨 府院黨高官 談笑風聲 飲酒吃飯 不知道是有人太貪 還是主嫌太厲害 記者張宥辭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張宥辭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我心想已聽到 傳島的 每個人都不明確實在